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聚焦人物 今天聚焦人物要来看的是 金曲歌后洪嘉惠 洪嘉惠的感情世界 最为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和音乐制作人陈国华的 12年恋情 他还曾经写的一首 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让外界都认为 两人一定会结婚 没想到却突然宣布分手 难道是某位女艺人介入吗 洪嘉惠直到遇上现在的丈夫 改变不婚不怨的想法 而如今拥有三个宝贝儿女 婚姻美满 回首刚出道的艰苦日子 其实彭佳惠身边始终有一个人 一起陪伴走过 就是音乐制作人男友陈国华 两人相恋12年 他们其实就是在演唱的时候认识的 大家可以想象 我也相信他们应该算是青梅主唱 尤其是国华老师他很知道 彭佳惠很喜欢一个 一个西洋的曲名 他做了一个相见恨晚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 到今天才看见 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 如此短暂的情缘 从彭佳惠默默无名到后来 唱了很多首筷子人口的歌 都是出自陈国华之首 大家会觉得这一队一路走来 其实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祝福 尤其他有陈国华又写了一首 走向红毯的那一天 那种就是非常清楚明显的情歌 好朋友都有好姻缘 只剩下我 只剩下你 你其实不是朋友 你都是把你 有些事情也没有有我了解 你歌手唱歌 男歌手就伴奏 唱的是这个 国华老师的做的作品 每一个人看了都会觉得 如果他们不结婚 如果他们没有补下一个 圆满的结局的话 那在世界上还有真爱吗 就在后来的一天 但相信不得起 有个人厮守到永远 谢谢你 很美吗 舞台上的甜蜜没有作假 但舞台下渐渐冷漠也是真的 后来更传出 陈国华跟我位女艺人的碑纹 也埋下两人分手的老火线 我们没有第三者 他没有我也没有 不能讲坏 只能讲不是很好 就是这一句话 有点病又不是太病 可是很令大家错愕的是 因为2001年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宣布分手了 在这段恋情当中 我觉得我是不快乐 然后我一直压抑我自己 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自我 爱情偷走我的离职 你笑我死心眼 爱你浪费多少时间 你不会放心 我大概想了三年 对 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 他曾经是我的天 我的那一 我头上那一片天都是他 我唱的歌都他写的 我开口闭口 我都需要他 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都是他 所以我要跟他做一个 分开式 我觉得自己要给自己 非常大的勇气跟自我的 非常非常的肯定自己 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相处12年的情感 怎能说放下就放下 洪佳慧坦诚 心真的很痛 但这时他又面临 唱片业的大萧条 我是从2000年开始 那时候大环境的问题 以至于导致我的唱片合约 在2002年结束了以后 就开始没有唱片合约 情商加上事业不顺 让他跌入人生谷底 曾经有跟朋友 一起去算命过 然后可是当那些算命的老师 告诉你 你非得要用你的声音 去成为你的事业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在想说 真的 一定得要唱歌好吧 因为我本来想要 例如说开一家咖啡店 我已在的坚强 为绝望而隐藏 后来我想一想 真的也 因为我好像只有这件事做得最好 那我为什么不努力地 把它的坚持下去做好 所以那七年就很认真的 在POP里面练功 洪佳慧在歌坛销声令经常达七年 也在这段时间里 她遇到今生的伴侣 成一夜小开 王匹仁 对 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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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以媒体要求 歌手洪佳慧害羞地和老公接吻 在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 因为白马王子就在身边 从此以后放弃自由 从此以后彼此拥有 我常说我一定上辈子 烧过很多的好香 我才会遇到我们现在的先生 相反的 他应该没有烧好香 那这位王先生 不是很符合彭佳慧喜欢的菜 彭佳慧自己也说 他说他第一次跟他示爱的时候 跟他告白的时候 他根本不能接受这个 头又粗 肚子又大的男人 我喜欢高高瘦瘦瘦瘦 可是我先生 因为他在美国长大 然后他就是那种 看起来比较老美的那种身材 他说真的 除了我说他胖以外 没有人说过他胖 然后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求婚 我都没有答应 所以为什么 是什么打动了你的放心 他的耐心吧 他的毅力 就是你不管说怎样的狠话 他都不会走 他都在旁边守护着你 觉得他一个心里很善良的女孩子 就是一切都感觉很好 两人婚后育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但彭佳慧却在第二次生双胞胎女儿时 差点丧命 那时候生完七个多小时 就突然间得了那个旁边前线 然后就也就是所谓的大血崩嘛 所以我当时输了 就是输了三千五百多四十一个血 人体总共五千吧 几乎全身都要换血了 健老命运之神眷顾 2013年彭佳慧还听老公的建议 站上我是歌手节目的舞台 彭佳慧尝到翻红滋味 但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结 就是当年抛家弃子的母亲